你看 你看 我说这个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啥事 说吧 咱家也包括大鹏呗 你脑子坏了吧 这大鹏是你能干还是我能干 给虎娃留着呀 虎娃 打小就没拿过锄头 你还让他干大鹏 谁说的 咱们还多聪明啊 那不一学就会啊 你不是说了吗 这大鹏赚钱 肯定比他在城里打工啊 要挣得多 你得给娃留条后路 你光开了赚钱了 没有赔钱的时候呢 不这咋让你一办个事 你就推三组四的 现在是狼多肉少 大鹏还不知道给几个 先紧给群众 虎娃就是群众 你给我登记一个 你把虎娃找回来 我就给你签一个 还没洗呢这是 虎娃 你用你的手机 给我打个电话呗 妈 你有啥事啊 妈就是想让他回家 我隔一天打一次 就是关机啊 打一个吧 好 打电话呗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电话呗 她是永远都不回来了吗 妈 妈 总有一天她会想通的 我还能活到那一天啊 冬秋 妈 您还没睡啊 你知道虎娃在哪儿吗 夏雪说呀 她在城里打工 具体在哪儿她也不知道 怎么了 您问这干什么呀 这孩子多少年都没回家了 你回来沈子天天念叨 你夏叔虽然嘴上不说 可这心里挂念着呢 我希望你能找到她 把她带回来 是啊 可是这夏雪在省城都找遍了 我本来想给你叔叔 她要是能找回来 你夏雪就不会跟她过不去了 是 她们之间那点过节 也就过去了 可是她现在这么忙 连动手术的时间都没有 我不敢跟她说 这样吧 我再想想办法 要实在不行再跟我叔叔 那你上点心 行 你瞧 你跟夏雪好了 您怎么提起这样了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行了 您赶紧早点睡觉吧 那忙完了赶紧睡觉 行 您赶紧歇着吧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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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慧来啊 赵书记 找我有啥事 来 进院子里面说 好 来 院子里面坐 好嘞 慧来 要是为夏雪的事来呢 就啥都不用说了 我们村委会 你坐 也在等证据呢 我呀 不是为了夏雪的事来的 我们家夏雪那么优秀 她肯定是被张扬给陷害了 慧来你喝水 我们村委会处理这件事情 必须要有证据 我懂 我都懂 我就是想问问 大鹏的事 你们家也想申请大鹏 我咋没听老夏提起过呢 行吗 当然行 毕来 您是想为虎啊申请一个吧 行 我答应你 虎啊回到村上 我马上给她登记 赵书记啊 这虎啊要是能回来 我今天就不来找你了 你要是不想给我登记呢 你就直说 回来你误会了 我是说虎啊都没回来 我给她登记上了 不是也没用吗 你看是这啊 虎啊的户口 是从我们燕之村 迁到了丹霞村是吧 是 咱现在两个村合并了 能不玩也算丹霞村的人了吧 是 不是咱村的村民 每个人都有份吗 对 只要是丹霞村的村民 都有资格申请大鹏 那就行了呗 那现在我申请你点头 这事不就了吗 你是背着老夏来的吧 他不管娃 我得管呀 赵书记 你要是真心想给我这个大鹏 你怎么都能瞒得过老夏 再说了 你欠胡话的 老夏 我给你商量个事 有事啊 走 办公室说去 干啥堵这 别 别办公室 办公室不太好说 有啥不好说的 是这 我想给赵梦登记一个大鹏 正确一下你的意见 给赵梦登记大鹏 赵梦村里县上都上班 哪有时间动大鹏呢 精力忠配 对 多干一点 去这干脚浓火 是想给孩子留条后路 是 是 走 登记去吧 要不给虎丸也登记一个 我们家娃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好 我不操心 那我光给谁 赵梦登记一个 咱们现在先确定一下 这个通过初始的名单 第一个不能通过的就是张阳 因为她窃取了夏雪的创意方案 刘主任 在没有证据之前 我们不能判断是谁抄袭了谁 夏雪抄袭张阳也是有可能的 不可能 夏雪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她不可能因为得到个机会 去窃取别人的创意 绝对不可能 不用人格担保 别别别 我们不是不相信你的人格 主要是 你这人格 也当不了证据来使 在咱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 要不也只能各打五十大板了 副书记说得对 大家对这两个人对我忠意 我们是不是以考虑 同时放弃他们 你说的现在不然 我回避 被避嫌 你能开始办吗 赵书记 夏雪为了这个创意方案 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用了很多的时间 您能不能再给她个机会 她一定能找到证据 证明自己 不管是夏雪还是张阳 如果能够在第二轮面试之前 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一定给他们一次机会 我们看看下面几个吧 您看看那个创意 有这样的巧合吗 刘主任 我觉得你 有点不太客观 夏雪姐跟张阳 都有可能是剽窃者 在没有找到证据之前 夏雪姐的抄袭概率 也有百分之五十 夏雪是绝对不会剽窃的 我无条件相信她 为什么无条件相信她 因为她跟你是一个村子的 因为她是夏主任的孩子 还是因为你现在还喜欢她 我这么跟你说啊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还夏雪一个清白 尊委会找聘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你不能不顾事实 把自己的主观判断 放在第一位 你刚才有点过分了啊 什么喜欢不喜欢 那过不过脑子 这孩子 这孩子 你看她 干得还挺不赖的呢 别高兴了她嫂 什么呀 你看她 兴高采烈的 她专门吃了我一个大的呢 那大的多贵啊 我就说嘛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不行 我心疼我的果子 那不这 咋了 你来干活的 你怎么在那里吃上啊 我来干活不让我吃水果 我会说 在我们原来的胭脂村 只要是地上长的 我随便吃了 没人不让吃了 所以你们胭脂村穷啊 都让你们这些懒汉给吃穷了 你还让我怎么换钱呢 你的意思我吃穷了全村 那不然呢 你看看你啊 你专门找那大个的吃 你知道这一个大梨的钱 顶过三个小梨的钱呢 你要不是那个丁香求着我 让你来干活 我能让你 算算算了 她吃不了几个 就是嘛 就我这肚子能吃你几个水果吗 这么大果然 还怕我吃是不是 东乔给我说了 来这里干活 小果梨可以当福利发 我现在吃了 你就当给我发福利了吧 是不是 那是长得丑的卖不出去的 才当福利 你专门找那大的漂亮的吃 你就这一晃功夫的吃了我多少钱呢 几个苹果的也值不了多少钱 行不着 干活去吧 行 那这不是钱的事啊 你真是的 这不是就给丁香个面子吗 你先让她干着 她说不定啊 干一会儿就走了 她要是自己跑了的话 这也悦不着咱们 这丁香啊也没话说 那是 那就给丁香个面子吧 嗯 真是的 把钱放进去 干什么 工钱吗 什么 你这才干了多长时间呢 这从商务到现在来 你说我干了多长时间吗 咱不是说好了 你干一天给一天工钱吗 这才半天 这活太厉害了 我干不动了 你就给我半天工钱吧 算不着 你吃了我这么多的果子 我还没跟你要钱呢 你敢跟我要钱 不给 一分都没有 不给是不是 不给 一分也不给 不行 给她算了 我又不是她妈 凭什么管着她 不给是不是 我找赵书记去 走了 你还找赵书记去 你找赵书记去 建美书记我也不怕 赵书记 夏主任 我正好有事找你们了 怎么着 找我们两个要工钱 夏主任 可以呀 你是不是开天眼了 你不知道为了来干啥 财霞打过电话了 说你只吃不干 还跟人要工钱 他就是恶人先告状 你去看我这身子 我能吃他多少果子 你别要听他瞎说啊 这彩霞和老郑 那就是猪八皮 光让人干活不给钱 你也不摸着良心熟熟 你干几个小时 你跟人要工钱 要工钱也行 明天上班去 我跟老郑和彩霞说说 让他们 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就不是那个干活的溜 我就干了那一会儿 我就觉得这个 浑身 腰酸 背痛 腿抽筋 你们说我 我烂泥扶不上墙也行 说我脸皮厚 好吃懒醋也行 反正我就是不想干活了 不干活你吃啥 靠啥脱贫致富 我 我不想富了 反正有政府给的救济款 我饿不死就行吗 我不是说你啊 我不是说你 你就是这次烂泥扶上墙 大嗓 假吉祥 还有你 你们三个 属你交情 三不摘 钱都不想挣了 你想干什么呀 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 躺着就可以赚钱的工作 我就可以试试嘛 要有那种活我们早做上了 你好好干活吧 别做白人梦了 我就做梦了 我要是泡不了瓶 到时候拉了村里的后腿 那责任全是你们的 跟我可没有关系啊 三不摘 果园里的活摘苹果最轻 这要是你们家果园 你能摘俩就躺着去了 那又是我们家的果树 我没白天每晚上干 我把它当祖宗一样供着 三不摘 这个是你亲口说的 行 我马上给你弄果树去 真的吗 那我等你的果树 不是我说你 那种果树收益了好几年 你让它吃什么喝什么呀 起开 我说的是果树不是果苗 你什么脑子 你是说县城的果树 人谁愿意白给啊 不是白给 我们自己掏钱 我已经跟几根果龙约好了 到时候我去看看 他们有什么果树可以卖出来 掏钱 别擦 你先别擦 掏钱三不摘没有钱 三不摘没钱 我们先给他垫上 只要他真心愿意栽树 我先给他垫上行不行 要不然我们从他分红里面扣 等人家的这个果树收益成型了 再给他还钱呗 要是没人愿意卖呢 我看你怎么收场 我有办法的 真是操心的命 刘主任 下班了怎么还不走 我这儿还有点事 你先回去吧 下班啊 那我陪你一起 私事 那好吧 那我先走了 慢点啊 慢点啊 你看看啊 你看看啊 人家岁数大了 这孩子的事就不管 以后孩子的事咱也不掺和 就像你似的啊 一个甩手掌柜的 儿子儿子事不管 闺女闺女事不管 你觉得这样好啊 这孩子大了你管他的事 都一害了他们 我不像赵白川 赵梦的事天天管 赵白川咋了 今天早上堵着我 说要给赵梦登记个大棚 还让我给这个 华爷登记一个 你登记了 我傻呀 我一句话 就给他撅回去了 你还挺得意的你看你 回了 我能不得意吗 没想到这个赵白川 赵白川也有寻思的时候啊 赵白川呀 从今往后在我面前 就抬不去头来了 你说这个赵白川 这个脑子有时候 是不是也像驴踢了一样 赵梦他是种地的料吗 你快把你这个 你笑就笑出来吧 你真找到证据了 我发现你们俩电子版的策划案里啊 有张照片很相似 我研究了一下 这个参数跟拍摄的相机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呢 这照片如果是你拍的 你就能证明就是他在抄袭 这照片我有啊 是 你看 我看 都在这儿呢 对 没错 就是这张 重点就是这儿 看见没有 嗯 十四点三十七分 夏雪 你这照片 在网络论坛上发过没有 没有啊 那就没问题了 这照片是你拍的 你在公共论坛上也没上传过 也就是说呢 他想下载都没地方下载 那只能是他偷的 可是他怎么偷的呢 相机卡在我这儿 策划案我也没有乱发 他怎么拿到手了呀 你这策划案在别的地方存过没有 我只是在邮箱和电脑里存过呀 他有你邮箱密码 没有 我邮箱密码也不是生日 很难猜的 那就奇怪了 他怎么拿到的呢 坏了 我所有东西都在云盘里备份一下 他肯定是从我云盘里拿的 他有你云盘密码 根本用不着密码 我用iPad登录过 我离婚的时候 iPad忘拿了 密码也忘改了 那我就明白了 那他肯定是用你iPad 登录你云盘的账号了 可是没有证据啊 夏雪 你听我的啊 警察肯定能找到他登录的地点 咱们现在耽误之急 必须得马上地报警 这事交给警察处理 夏雪 冬桥 你别管了 我自己来解决吧 你怎么解决啊 那张扬就是个无赖 你不用担心了 我会处理好的 好吧 好吧 虽然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非不去报警 但我尊重你的决定 谢谢 你这样 你把这些证据啊 编辑一个文档存起来 然后再写一些申诉的资料 交给村委会 赵书记说了 只要你能找出证据 证明你的清白 他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参加最后一轮的面试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嗯 夏雪 照顾好自己 好 俊英啊 你看又麻烦你了 客气个啥嘞 我们家有事的时候 你不也帮忙吗 哎呀都怪那个三不詹 来干了半天活就跑了 就一个懒汉 就要说赖呀 得赖我们家丁香 介绍这么个不靠谱的人 来帮忙 这丁香也是为了扶贫嘛 扶贫 就三不詹那样的 一辈子也脱不了贫 没错 穷一辈子 雷天啊 菊 赵书记 书记也来了 大王儿怎么今天会过来呀 就是啊 慢点 老郑啊 想问您个事 咱果树里头 有没有那种不要的老果树 有 有着呢 哎呀 有一些老果树啊 都已经挂不上果了 是得要换换了 是吧 哎呀 我们也舍不得卡呀 哎 是不是这村上来新树苗了 也没有 是这啊 我是想啊 您要是对这老果树不稀罕 能不能卖给我 爷 书记 您要买老果树干啥呢 我有用 有用 哎 啥用 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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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扶那个三部栈呢 是的 哎呀我就说吧 这胭子车的人真有福气 跟咱书记要啥他给啥 我我村上不掏钱 从三部栈这分红里面扣 那不是一样的吗 那不是一样的吗 哎 采贾老郑 这果树你们卖不卖 要不卖的 我去问问别家 啊 啊 价格合适就卖 那你说个价钱 哎 行 我们上来上价钱啊 哎 哎我说赵书记啊 你说 你是不是偏心眼儿啊 这不是偏心 是这啊 这三部栈是咱们村里 贫困户里面的老大男 他好不容易 对这种果树有兴趣了 嗯 村上呢 给他把果树种上 也是为了帮助他脱贫 他脱贫了 村上不用给他发补助了 是吧 你村上少了一负担 大家不是跟着受益吗 咦 我就说过 你这张嘴子 哎哟 啥事也能跟你说出个理来 嗯 听你这意思咋 我们还跟着三部栈占便宜啊 那不是 那三部栈如果把果树种好了 他就可以承包果园 这承包费以后 交到村上 不是我们大家都有份吗 是 赵书记 我们商量好了 五十棵老果树 十万块 十万太贵了吧 不贵 好 可以商量啊 可以 来 老郑 你看这样行不行 行行行 好 老夏 正找你呢 好消息 果树的事情解决了 说买了 买了五十棵 五十棵 这下三部栈要再不改 神仙都救不了他了 那可不 你这是 我去看看崔爷爷 正好 来 你回去休息 你一块去 走 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了吧 知道了 材料已经发给你们了 你们好好负责 听到没有 听到 还有你 这个案子一定要好好负责下 好 你怎么来了 大家都散了 一会开会 夏雪 你怎么来了 这本来就是我的地方 现在这个地方法人是我了吧 怎么 你要把我给赶出去啊 哎 那倒没有 张远你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的策划案会跟我的一模一样 咱俩夫妻一场 我没打算跟你计较这个事 哎 你说你明明倒用了我的策划案 怎么还跑上门问我呢 我应聘单侠村的旅游设计师的策划案是你的 他们网上刚开始招聘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你抢了我的公司 还要去村里搅黄我的应聘 张远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剽窃我的策划 证据我这都有 你非不承认我就去告你 夏雪 你应该知道 从报警呢 到法院审结完 要多长时间了 就算是你污蔑的我 证据都在 每个一年半再是打不完的 打不完官司 人家就不会拼用你 说实话呢 丹霞村旅游设计师的这个职位 我还真有点水的 要不这样吧 我没吃午饭 我出去找口吃的 回来再跟你想聊 我带你去吃啊 我知道一个地儿菜做得特别好吃 老师娘 又在收拾您这些宝贝啊 叔 我 我的徒弟呢 你不是要给我带徒弟来吗 放人家啊你 问你呢 你徒弟都在村子里面呢 你回到村子里面就见着他们了 你倒我是傻子呀 别拿这个 吼我半价 还真不是唬您 想学木偶戏的都是娃娃 这山路不是不好走吗 不敢带他们上来 这点苦都吃不了 还学啥学啊 行 你们回去吧 回去回去回去 我不跟你们走 说说 他们别来 说说 说 你要再不搬 不是 我得说你两句了 全村人都搬走了 就剩您了 你知道我心里啥滋味儿 我就好像把我亲爹亲妈扔这不管似的 村里人都戳我几两口 叔 我求你了 你跟我们下去吧 你知道 我为啥不搬啊 为啥呀 为 为啥 为啥 老师啊 你不知道啊 村里还有一个人没回来呢 我在等他的 谁啊 村子里人不是都搬走了吗 谁还没搬吗 都是你做的好事 我已经好几年没回来了 我要谁要搬了 他回来连个自己的家都找不着 我 行 不说了 红娃一天不回来 我就一天不搬 我啊 在村子里的时候啊 经常给我送吃的送喝的 天天跟着我这个老不死的 天天啊 像自己的亲孙子一样 夜啊 夜啊 叫着 我一听到火儿的叫声啊 这心里头就热腾到了 我也天天在想 火儿在外面 都吃些啥 住在啥地方 冷着呢 还是热着呢 万一这火儿要回来的话 看见这 空落落的村子 连个人都找不着啊 走 周白川啊 说到底 虎儿没上升大学 都是叫你给整治的 咱炎之村的人 说话算话 从不当马虎眼 你要是让我搬家 你就把虎儿一起给我带过来 老江啊 我还是没消息啊 这明显我到那件事情 对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赵白川我告诉你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替福王 再替我跟你拼命 下次前替我 我去逛街址 我家替你看 我只不相信他 你这叫什么鞋子 我会�中的鞋子 这是一个鞋子 你那时候 你怎么回来 怎样你呢 我只有一个鞋子 你还有一些鞋子 你对这两人 我从哪里 我要提了 提 我必须要提 夏雪 我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我感觉我就剩半个人了 我另外半个人都跟你走了 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能啊 一定能 夏雪 只要你答应给我复婚 我会好好待你的 我再也不会答应了 我要再动你一根手指头 我张扬断子绝孙 先说工作吧 丹霞村的项目你想怎么合作啊 夏雪 你这是原谅我了吗 我还没想到 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 你说 我能说放下就放下的吗 我走的时候只带走了几件衣服 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iPad还有公司的一切 我都留给你了 我要真跟你生分吗 我会这样做吗 我就知道夏雪 iPad就是你故意留下的 你心里是不是还有我 你跟我离婚也就是一时生气夏雪 策划案是不是你登陆iPad的云盘看到的 当然了 我登陆你的iPad云盘啊 就是想了解你接近你 不 我只要能看到你一点点的消息 我就感觉你在我身边一样 iPad你还留着吗 我用习惯了不想坏心的 一直在我身边带着呢 这个是我们完成第一笔超过十万的订单买的纪念品 也是你送我的礼物 是不是很怀念过去的日子 我可以把它带走吗 这本来就是你的呀 你为什么要用我的策划案去应聘啊 也是为了我吗 我当然是为了夏雪 我要不这么做 你能回来找我吗 咱们能在一块吃饭吗 夏雪 我就是太爱太爱你了 我太喜欢你了 咱俩明天就去服务行吗 我先去趟洗手间你等我一会儿 行 我等着你的iPad云盘啊 我就是想多了解你 想接近你 我只要能看到你的一点点消息 我就感觉你在我身边一样 我等着你的iPad云盘啊 要呢 我的天啊 有点好 我根据你的iPad云盘 你的iPad云盘 就算这些宝草的 你不如以后 我不在意 我走到你的iPad云盘 我辞到你的iPad云盘 我唱愛她的iPad云盘 它是我的练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为啊 没人会卖那些老果树呢 那果树可是他家的命根子 他会舍得卖 价钱给的合适呗 人家赵书记说了 那些果树啊租赁一年 让给这个三不渣管理 三不渣要是管不好的话 这一年以后果树还是人家财侠家的 要是万一他管得好的话 那一年以后五十棵果树五万块钱呢 赵书记自己掏的 那不是说村里给垫上吗 我估摸这儿啊 赵书记是怕别人说闲话 所以自己就先垫上 他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燕子村这些人哪 这就是来要债的 暂天的书记不好吧 好 我 妈 我这些果树啊 还真的保不住了 你说这些果子啥时候能摘完吗 你爱摘就摘啊 你也不想摘也行 反正书记让我们看着你 你又不愿意干了呢 你就把五十棵果树还给人老郑去 摘就摘嘛 谁怕谁啊 篮子给我 走了 人都说这娃子呀 懒得跟团泥似的 这干起活的不也挺麻利吗 要不说这赵书记 也真是猫着他命脉 都是那五十棵树给烧的 不要高兴得太早 你除了这句话还会说啥呀 要这样 要不咱们这果树就不卖了吧 你看他真的这么卖力地干 到时候那五十棵果树真保不住了 那书记把钱都给了呀 给了咱不卖不行吗 把钱退给他 要说你去说 这种丢人的事别找了 这什么也指望不上你 你看那三不瞻哪 就明摆着是来抢我这些果树的 我对这些果树啊 伺候了这么多年都有感情了 他什么力气也没有出 上来就要占这便宜 没门 要说对这些果树我也有感情 我也舍不得 行了 你们两个也都别吵了 这三不瞻哪 也许是一时热乎他 待会儿干累了呀 他也就歇了 我看他就不像歇的样子 你看看干得多欢事啊 小雪 赵书记 您来正好 你看一下 张扬剽窃我的证据 您看看吧 我登了你的安排云盘啊 我就是想多了解你 想接近你 我只要能看到你的一点点消息 我就感觉你在我身边一样 证据已经很充分 确实是张扬剽窃了你的策划案 赵书记 那 我的应聘考试还能继续吗 当然可以 小雪 好好回去准备准备 真去能够顺利地通过复试 成为我们单下村 第一个自己的旅游设计师 谢谢赵书记 对 这右盘我再用一下 谢谢你 赵书记 你忙着 好 谢谢你 夏雪 怎么样 见着找书记没有 她怎么说的 说让我准备面试 太好了 恭喜恭喜 董乔 我得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提醒我照片有问题 我都不知道则华案是怎么泄露的 行 跟我客气人呢 干脆我请你吃饭吧 不用 这样吧 我请你吃饭吧 我给你祝贺祝贺 刘主任 夏雪姐 上次你不是说请我吃饭 也一直都没请吗 干脆这次一起把我请了吧 人都还热闹 还有我呢 刘主任 上次说那个庆祝贾吉祥找到工作 说要请你没请那天不 哥 把副书记一起也请上 你看他们俩没有 干活不积极 吃饭很积极 行了 一块去吧 好 走吧 走 我也收拾收拾东西 你看看啊 你看看 要不我换个暗恋对象得了 我偏不 书记 彩霞你冷不点冒出来吓我一跳 啥事 书记啊 那些果树啊 我们不卖了 咋了 咋又不卖呢 嫌钱少了 哎 不是钱的事 那些果树 我伺候了这么多年了 一下子给了别人 这心里不好说 那蔡霞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咋说变怪就变怪了吗 来 跟你们家老郑商量过吗 他同意了 我们家老郑啊 听我的 反正啊 我们是不想卖了 这协议不是也没签吗 对 来来来 这五万块钱 您看看 没动过 退给您 不买了 好吧 实在不卖我也不能勉强 我再问问别家 谢谢书记理解啊 谢谢了 那我走了啊 谢谢理解 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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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